HELLO 我是烏龜 下集更新快報還沒有玩喔 本影片是以測試服環境錄製 一切內容以遊戲時裝之後為準 昨天看完的主菜也就是兩種全新超級部隊之後 你以為就沒有好料了嗎?錯啦 今天還有驚喜的甜點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睽違了將近一年半之後 又有新的黑水部隊要接在哥倫兵人後面登場了 從12本開始只要將暗黑訓練營升級到9級 就能夠解鎖全新的黑水部隊 他到底是誰呢?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吧 先把暗黑訓練營升級到9級 然後我們到訓練部隊的介面來找他 他應該會排在哥倫兵人的後面 在這邊 是看起來非常神秘又帥氣的頭號殺手 我們都知道暗黑重遊是很珍貴的 所以大部分的黑水部隊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屬性 比如說石頭會分裂 女巫能夠召喚小骷髏頭 藍胖可以隔山打牛 冰人會有冰凍效果等等 而這位頭號殺手之所以會取這個名字 是因為他是全遊戲當中第一個會優先攻擊英雄的單位 對英雄還有4倍的加成傷害 並且可以對攻擊目標造成類似毒藥的效果 減緩移動速度與攻擊速度 滿級頭號殺手的緩速效果等同於滿級的毒藥法術 雖然這麼特別但是他的血量並不高 滿級3級的頭號殺手 血量也只是跟藍胖接近而已只有440 傷害基本上是132和礦工差不多 占用的空間也是6格人口和礦工一樣 速度24跑的和武神以及野豬一樣快 還能跟野豬一樣跳牆喔 攻擊類型是單傷可以對地或對空 不過攻擊範圍有一點短 跟法師一樣只有3格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一樣實測一下吧 因為他是優先攻擊英雄 所以我當然是拿他來打英雄當作測試 但是他的血量實在是太低了 所有的英雄對他都是一級必殺 所以我就省去了讓他單挑英雄的測試 我直接在他前面墊了一隻哥倫冰人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的這個緩速效果 讓蠻王砍擊的速度變得非常的緩慢 當蠻王好不容易砍死哥倫冰人之後 他也差不多要被頭號殺手解決掉了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女王的部分 我只會用蠻王跟女王來做這個測試而已 因為蠻王是英雄裡面血量最高的 女王則是英雄裡面的傷害最高的 這邊我都是刻意從小格子裡面 將頭號殺手丟出來 他會跳牆跑過來打對方的女王 女王的血量沒有像蠻王這麼高 三兩下就直接被頭號殺手給解決掉了 接下來我要做另外一個測試 因為看起來頭號殺手比較適合拿來當輔助使用 我現在用一隻頭號殺手來搭配天女 處理對方的三隻英雄 這裡相同等級的蠻王對上女王的時候 一般來說女王是會被迫開技能的 但是在這邊因為有頭號殺手的幫忙 所以對方蠻王的攻擊速度非常的慢 接下來面對到女王也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天女在這邊是非常安全的 可以直接處理掉對方的三隻英雄 不需要丟任何的法術或者是開技能 不過這一個路線是天女一次碰到一個英雄 如果她同時面對到蠻王和女王的話 就會被迫開技能或丟法術了 畢竟頭號殺手也只能幫忙減緩一隻英雄的速度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試看看 讓天女同時碰到兩個英雄 而我們也用兩個頭號殺手來幫忙 現在蠻王和女王同時都走得過來 我分別在蠻王和女王的身旁 下了一隻頭號殺手來減緩他們的速度 這樣子我的天女還是有辦法處理掉他們 不需要開技能或者是丟另外的法術 後面的這隻神盾勇者當然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的兩隻頭號殺手都活了下來呢 既然頭號殺手可以這麼有效的減緩敵人的攻擊速度 那會不會對防禦塔也有一樣的效果啊 好像是不太合理喔 沒關係我們來測試看看好了 測試最準了 我在這邊先下了兩隻哥倫兵人進來扛住英雄的攻擊 然後丟了好幾隻的頭號殺手進來 讓他們把對方的三隻英雄全部都解決掉 然後再來打後面的X弩 這樣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了吧 X弩的攻擊速度是非常快的 現在頭號殺手打在X弩的身上 看起來好像的確是沒有緩速的效果啦 好確定啦 那頭號殺手對於建築物來說是不會起毒藥的這個作用的 剛剛這些都是進攻上的測試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頭號殺手在防守的話呢 現在在城堡裡面是有三隻頭號殺手 他們直接把女王秒掉了 就算是女王自動開大都來不及啊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我們是手動開大的話來不來得及 這次一看到敵人跑出來就直接開女王技能了 這樣當然來得及 因為對方的頭號殺手找不到英雄就跑去打天使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如果天女有配合法術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天女進場 看到遠軍跑出來這邊丟了狂暴 三隻頭號殺手還是逼著我們的女王開技能了 就算是丟狂暴都沒有用啊 女王開技能好像是一個躲過頭號殺手很不錯的方法 因為你一開的技能就隱身了嘛 他就去鎖定下一個英雄不會再回來了 這場不丟狂暴是改用冰凍法術 動住對方的頭號殺手讓女王有時間來處理他們 這樣子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女王打殺手是一箭一個 所以只要殺手不是數量這麼的多的話 女王還是有辦法處理他們 現在是用毒藥法術直接丟在這些遠軍的頭上 頭號殺手想要緩速別人自己也被緩速了 這樣子可以讓女王來處理掉這也是沒問題的 在這些測試當中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明明大守護者也是英雄 為什麼我一直沒有拿出來測呢 因為他防守的時候是變成一座雕像啊 大守護者雕像的屬性是防禦建築 而不是一個活蹦亂跳活生生的英雄 所以頭號殺手是不會打變成雕像的大守護者的 不過有一個情況比較特別就是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樣 防守方的城堡裡面是放了頭號殺手 而進攻方是打狗球 結果是跟著狗球走的大守護者先把援軍引出來了 這樣就出現了頭號殺手會去打大守護者的情況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一樣是只有在城堡裡面擺放了三隻頭號殺手 他們現在走過來了 直接一走出城堡就跑來找這個大守護者 哇 欺負老人家 一下子就把大守護者的技能給逼了出來 大守護者現在是血超殘的 等到這個無敵一過了之後 就直接被這三隻頭號殺手給解決掉了 真的是不懂得敬老尊賢啊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場實戰的回放 這場防守還有進攻都有用到了頭號殺手 我用的部隊配置就是昨天的超級女巫 我把其中的一隻超級女巫拿掉 然後換成了幾隻頭號殺手 如果還想要再多看看超級女巫的一些走位的話 這場也可以再多觀察一下 現在我把12點跟3點外設的建築物清掉 然後超級女巫 還有英雄們是從一兩點鐘的這個面準備要打進去 前方我已經預丟了一罐彈跳法術了 冰凍法術一樣是拿來動住對方的投死機 或者是天鷹火炮 好現在對方的援軍跑出來了 這一些頭號殺手跑來找女王 但是幾乎是一點笑都沒有啊 這個女王是直接一件一個把這些頭號殺手都解決掉了 我從1點外側下了頭號殺手進來 然後打開了無敵 這邊壓了狂暴之後 頭號殺手打掉了對方的女王 還往陣型的中間衝 把這個小王都解決掉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清楚啊 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自己再往前倒帶看一次囉 現在攻城訓練營裡面的野豬 跳了出來 然後在陣型中間的位置 這邊有一大堆的 昨天說的是什麼 媽寶骷髏嘛對不對 把大本營都給拆掉了 現在剩下來的野豬好像數量也不多 補血法術也已經用掉了 小王的技能還扣在身上 在這邊我應該是要開技能了 開了技能之後 小王能不能夠把這座多體火塔給解決掉呢 應該是沒問題 我們的女王雖然在這邊死掉了 然後小王也沒有辦法再活下來 但是存活的媽寶骷髏還有超級女巫數量還不少 又是很神奇的推著推著就靠著超級女巫把這個陣型給推完了 真的是太妙了 超級女巫到底算是強不強啊 好啦今天超級女巫不是重點 這場進攻完成了三星 而且我們有帶上頭號殺手 也順利的用頭號殺手殺掉了對方的兩隻英雄 怎麼樣 這個新的黑水兵大家還喜歡嗎 由於他的血量真的不高 再加上優先針對英雄的特性 所以應該是很難讓他變成部隊的主力 主要還是適合拿來當輔助 在有同伴幫忙扛火力的時候 從旁邊或者是後排偷偷的先殺掉對方的英雄 應該是最能夠發揮出他價值的用法了 只不過這光是聽起來就很吃技術啊 感覺我這種運氣流玩家 應該很難跟他培養感情吧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更新預告內容啦 一連幾天的夏季大更新預告到這邊算是告個段落了 在這幾天的預告內容當中 有天打雷劈法術 友誼戰打到兔 超級部隊與今天的頭號殺手 你最期待的是哪一個部分呢 你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要用方便練功的友誼戰 來嘗試練習某一種加入新單位的配置了呢 這裡要大大的感謝所有一路支持我 不斷給我鼓勵打氣的觀眾朋友和部落好友們 因為大家的支持我才有動力一直繼續堅持下去 你們的每一個訂閱每一次觀看和分享 都是讓我的頻道能夠不斷成長的養分啊 我會繼續努力加油的 再次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更新預告見啦 掰掰